这个呢是新四秋月 它是小洋豪 是里面的三号笔相对比较小一点的 没有是之前原价买我们课程的嘛 所以但是呢 我们不是后面设置了300元的这样子的 呃 游会卷吧 那游会卷他们对他们来说的话就没用了嘛 所以说我只能说哎 反馈 可以给他们 300元或者是说300元的礼包 然后呢他们是选择这些话嘛 那我就尽量给他 安排安排安排到价值上300元的 话左右 这样子给他寄过去 嗯 好 这个呢是小洋豪 嗯 这个是铜黄颜色 铜黄颜色 铜黄加我们的者识 对如果你们呃 也想要的话 我们这边的话 要不要考虑弄一些盲盒 嗯 嗯 好 这个呢是铜黄加者识 我们先画一下这个葛三花 它的一个中心的一个花心 铜黄和三花它的一个花心 花心呢 我们是用藤黄加者识 我们先画一个 组圆形 嗯 好 这个呢是铜黄加者的花心 到时候呢 我们是围绕它来长这些花瓣 嗯 我们换一支笔 我们经常用来画花瓣的一个笔 是新四秋月 小羊好来的 嗯 他呢比刚刚那个笔呢 是相对大一点点 刚刚那个是三号 这个呢是一号笔 好 好到花瓣了 花瓣呢 我们也是一样用太白作为底色 对有链接有链接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 应该有安排好 在我们的三号链接 可以去看一下 嗯 不过呢我们的这个笔啊 相对尺寸会小一点点 他应该是小铠笔的那种大小 对所以你要先看清楚 这个笔封的话大概是 2厘米到3厘米左右 嗯 对 下单之前的话要问一下客服的快递通不通 嗯 嗯 好先是太白打底色 嗯 然后是这边是属红颜色 属红颜色呢 我们先占一点点 往旁边地方去调一个淡粉色 然后呢 逐渐的把这个笔尖调得比较深 靠近这个鼠红颜色 嗯 好 好 这个花呢 花瓣 我们是有有规律的 好你看我们现在是画完一小半是不是 我们太干了 这个笔太干了 我们把笔稍微加一点点水分 嗯 重新补充一下太白 再补充一下笔尖的这个属红颜色 嗯 好你看 都是笔尖朝上这样子 先轻轻放上去 后面再压下去 侧风 好 我们都是用三片这样子花瓣 作为一小组 对 然后呢 我们这三半 画完之后 我们再补充一下颜色 还是一样太白 然后是中间色 这一个粉色 最后我们笔尖 才是这个比较深的一个鼠红色 嗯 我们换一个角度 我们是围绕这个花心来画嘛 嗯 对 我们也可以从外面往里画 嗯 对 我们一定要补充一下笔尖的一个属红颜色 嗯 嗯 如果我们是从外往里画的话 嗯 要注意一下他的这个花瓣 外面是有点圆润的 接近中心的地方 才是有点尖尖的 对 所以说从里往外和从外往里呢 他的画法是不一样的 嗯 好 你再补充一下底色 这个调色过程呢 肯定是要比较 比较耐心的 肯定要把他的这个层次 先在调色的时候 就给他做好 嗯 也是一样换一个角度 三片花瓣做为一小组 对 如果你这个笔太干了的话 画出来的话 就会有一些非白嘛 对有非白的话 就表示你的笔太干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笔 重新搓进水里面 一下 蘸一下水分 然后呢 再去调我们的太白 调淡粉色 调出鼠红颜色 他的顺序呢 都是一样的 对我们这个花呢 它是有点侧面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花瓣啊 可以把它 勾完之后呢 把它外形 控制在一个椭圆形的 一个形状上 对不要说 全部全部 围绕长的花瓣啊 都画的一样长 那样的话就是正面的花瓣了 三片 三片作为一小组 嗯 那我们就继续了 这条色呢都是一样的 那我就不 不要每一次的调色都挡住你们看花了 其实我们这个笔啊 它是比较小的尺寸嘛 所以说它 吃这个颜料呢 也是分量比较少的 所以说我们要每次去给它添加一下颜料 太干了 肯定是画的不好看啊 嗯 好 嗯 我们这个花呢 它是 呃 有点歪的 有点斜的 嗯 嗯 就是我们画的这个这个花呀 它是有点点 呃 斜上 左上方 和左下方 右下方 这种感觉的 所以说我们画这个花瓣的时候外形 不要都画的一样长 要把它的外形呢 控制在一个橢圆形 一个斜斜的橢圆形 嗯 嗯 如果你看不准的话 画不准的话 你也可以先给它打一个草稿 对先 画一个花心 画完花心之后呢 就给它画一个橢圆形的草稿 在外面 嗯 然后呢我们就根据这个外形 外面的橢圆形给它勾一个花瓣 三片一组三片一组去给它勾 嗯 这里的步骤呢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 哎我们 花瓣可以给它 呃稍微有一些区别嘛 不要说画的很工整 对我们就是三组 这样子三片作为一小组 然后呢这一组里面也可以长短步一 嗯 然后这一组跟别的组比呢 因为它的角度又是不一样的 嗯 嗯 就这样子呢 给它做到变换万钱那种感觉 嗯 好 嗯 现在呢是 还是一样的颜色 嗯 稍微把笔尖的属红颜色呢 加多了一点点 我们画一下花苞 这里的花苞呢 哎我们就用三笔给它表示一下就好了 嗯 这三笔呢我们是第一笔是最大 后面两笔呢就画的比较少 小一点点 嗯 这个呢是我这个笔有点没洗干净 哎呀有点黑 嗯 这个呢是同房加折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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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加了一点点墨色在里面 对我们就用这个折叉加藤黄 稍微是折叉多一点点 让它跟这个花苞的这个底色啊 作为一个区分嘛 嗯 嗯 对我们把这个花苞给它勾一下 这个笔的话它的笔尖尖已经凸了 我要我要我要买这个数据光线笔的 老是忘记吗 嗯 嗯 嗯 还是这个藤黄 我们挖一点藤黄 到这个白色这边来 对我们先调一个太白加藤黄的颜色 然后呢是太白多一点点 调一个亮黄色 比较亮的一个黄色 对我们把刚刚点的一个花蕊呢 给它点一下花药 嗯 这个花药的颜料啊 要弄的多一点点厚一点点 而出� sympathies 让它这个覆盖性强一点点 对让它这个覆盖性强一点点 好,这一个步骤到这里有跟上吗? 对,到这一步有没有跟上 好,我们是换一只属虚光线饼 我们要画它的一个花饼 花饼啊,花托,还有叶子都是这个颜色 是藤皇家花青调的一个绿色 所以说我们每一次调这个藤皇家花青的时候 可以给它调一些在旁边放着 后面是还能用得上的 这里呢,是一个花托 它的花托可能是比较细长一些的 所以说它的这个花瓣 后面是还能看到一些尖尖露出来的地方 嗯,欢迎光临 这个需要什么基础 呃,我们这个直播间呢 它是有点面向小白的 呃,你是怕你学不会的话 那你可以多来几天啊 来我们直播间多听几天 还是这个绿色 就是藤皇家花青调的一个绿色 嗯,然后呢 我们是把笔尖稍微调多一点点花青 好,我们这个时候呢 要勾它的花饼了 嗯,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稳一点点这个线条呢 我们尽量把粗细 前后都要画的一致 对,就是我们这个笔啊 要稳稳的过来 不要太快,不要太慢 嗯,如果是深圈的话 你太慢它就容易晕开了 嗯,然后呢 我们这一朵呢 是比较靠前的 一朵呢 是往后靠一点的 呃,这个 就会画的粗一些 后面那个呢 就会细一些 嗯,这个花 我们现在直播间里面画的花呢 是比较小的尺寸 用的笔呢 是属须构线笔啊 还有一些小凯笔啊 对,尺寸是比较小的 对,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直播间 这个镜头里面 属须构线笔它都很大 嗯,这个画了多久 我们是从八点半左右开播的哦 嗯,好 这边画的比较尖 比较细的是一些小叶子 如果太小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等比例把它放大 你手头上的笔是比较大好的 那你就把它画的 跟你的笔相 相那个的相匹配的大小就好了 嗯,嗯,好 左边,看不到左边了 没有说一定要追求 跟我画的这个尺寸一样大 这边的叶子呢,是比较尖 嗯,给它稍微露出来一点点就好了 嗯,这个纸呢,是一个生鲜纸 它们是用来画牡丹画的 书签的话我们也有 书签的话我们是用的半生熟 哎呀,太多了 这里这里没有我们的纸 这个纸呢,是另外一个博主那里买的 然后呢,大概是200米一刀 嗯,是四尺 四尺 哎呀,真是为难我 好啊 啊 好啊